波兰边境被炸 北约 美国和波兰都说 最有可能是乌克兰防空飞弹误射 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就是不买单 乌克兰国安委员会顾问也在推特说 会交出证据证明整件事有俄罗斯的踪击 但不管是北约还是波兰人 其实并没有责怪乌克兰 乌克兰网上承报的证据显然和北约不一样 泽伦斯基才会坚决否认 但这枚S-300防空飞弹到底怎么掉进波兰 由于资讯相当少 许多军事专家也提出自己的猜测 不管是谁的错 事发后西方元首马上圆桌协商 北约国家迅速又团结的反应 似乎也告诉俄罗斯总统普钦别轻举妄动 TVBS新闻最后报道